牽动全球局势的美选 这场世纪辩论 川普真的大吃鞭了 你看贺锦丽 简直是检察长上身 居然就这么轻易的激怒川普 说来川普 但贺锦丽还不是 这一场辩论最大的赢家 最大赢家是谁呢 昨天开战不到十分钟 台湾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没有想到辩论结束之后 美国更传出 将对挥达开绿灯 同意AI晶片卖到烧地阿拉伯 挥达晶片不是商业 是武器 今天事从给我们看到 这一道命令的背后 原来台湾跟台积电 才是最大的赢家 对 没错 昨天的这个贺锦丽 跟川普这个辩论里面来说话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看了之后 你觉得到底谁是这一场 辩论会的这个赢家 我看了的话觉得说 事实上这一次的贺锦丽 表现有点超乎大家的预期 他在这个法庭里面 这个有点 因为我们知道贺锦丽 过去是检查官出身 他有点用这种法庭的节奏 来牵制住了这个川普 为什么 事实上这个特锦丽 他非常有意思 他曾经说过 他面对过很多犯罪者 什么强暴犯 什么金融犯罪 他都可以面对 川普他以前 就是类似这样的局面 所以简单来说 他就是用法庭来套 在对付川普 那川普他就觉得说 好像我在被法庭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看 在这个被法庭上面 这个类似在法庭上面的川普 就被激怒了 这就是说贺锦丽 他变成检察官 对 川普你看 憋着那张点 他变成当事人被告了 对 变成犯人 被他拷问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看 这整个风格来讲的话 你就觉得说 好像被贺锦丽呢 这个主导了整个战区 好 那因为 事实上 这整个辩论之后呢 我们到底谁赢谁输 你可以看他们的 事后的动作 是 虽然川普说 我赢了这个辩论 可是川普在辩论之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 他到这个采访室去 为什么到采访室去呢 因为纽约时报都说 通常呢 辩论完了之后 大部分就是直接回去 或是跟幕僚在商讨说 那我辩论的怎么样 有点缺点 讲清楚 可是他反而来到了 这个ABC的后面 这个newsroom在这个地方 他跟这个记者见面 然后跟记者见面的时候 他还让记者问啊 所以等于说 那你如果编得很好 你干嘛做这个动作 很多人就说了 他想要给记者 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写 去cover 去盖掉说 我之前的表现 到底怎么样一个状况 用新的画面去盖掉 旧的这个画面 对 而且你知道 如果真的变得好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 那我们再来变啊 通常都是优胜者 就是乘乘追起 我们再来变场 可是他接受这个 服事的这个 这个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不太倾向 再跟赫典变论 所以就是说 他应该知道啦 他有点点 在这一次的里面来说话 是不是有点 吃鳖的一个状况 一次就怕到了 这个就是一个 确战的表现啦 对好 那我们就来讲 好那当然啦 川普自己说我这个 所有民调都说我赢了 可是我们来看 这几个重要民调 像西恩呢 西恩就是说 Who won the debate 就是谁到底赢了 这一场辩论 你看63%是这个贺锦丽 然后37%是川普 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说 是这个贺锦丽赢了 就连福斯哦 福斯都说 福斯是很亲 这个川普 他都说平分秋色 所以可见 大家都认为是这样 好 那事实上在辩论会之前 大家认为是一半一半 大家可能都差不多一样 可没想到你看 这个之后是63对37 那你知道在今年的前一次呢 让拜登呢 没办法再选美国总统 你看当时是67对33 拜登只有33 那这个川普大概有67 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反过来啦 输产了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对这个川普来说 这一次真的是输产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刚才讲 他这一次表现的 为什么有点差强人力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啦 贺锦丽用法院那一套 对付川普 川普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川普一向对女生呢 他都觉得高高在上 所以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对女生都有一点点厌女 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被他这一次的这个贺锦丽呢 就合同打他一巴掌 你看贺锦丽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主动去跟他握手 这样一个状况 感觉就是 我好像在主导 这整个战局的这个局面 因为你知道 被贺锦丽压着打的时候 你知道川普越来越慌 他怎么会输给女生呢 所以越来越慌 越来越慌之后呢 他后来就讲了很多 口不择眼的话 就出来了一个清新 好 我们就看到了 在整个世纪辩论结束之后 又一个人 又一篇po文 撩起了战火 这个人就是泰勒斯 对 没错 我们知道 事实上泰勒斯是 这个美国最多人follow 他目前为止 他的IG有2.8亿人follow 而且很多年轻人 所以他的动态很重要 事实上拜登在之前 就一直很想要说 你泰勒斯来支持我 对 真的泰勒斯一直没有表态 那久后来呢 在整个这个两个人辩论之后呢 他就表态了 为什么表态了 因为他说我是这个自称 是没有孩子的这个养猫女士 然后这帖文就挺贺锦丽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他挺了这个贺锦丽之后 目前为止 大家已经有接近1000万个按赞 而且听说呢 他的这个带动呢 很多年轻人开始去登记 说我要去投票了 登记投票的话 那当然会对这个泰勒斯 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张 而且你知道更有意思的是 他这样子里面的按赞里面 有一个叫超模这个卡利克劳斯 卡利克劳斯是谁呢 他的丈夫是川普女婿 库什纳的那个弟弟 所以等于是川普的家人呢 他挺这个泰勒斯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张照片 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呢 因为他抱的这只猫 叫班杰敏 那班杰敏来说的话 是之前泰勒斯呢 在拍一个密的这个MV的时候呢 他这个跟他一起 在拍MV的这个猫 就没想到他说 这个猫好可爱 我后来可以把他养回去 拿回去养吗 就有工作人说 你可以把他抱回去啊 就他就把他拿回去养 他很开心 所以这只猫是他在拍这个MV的时候 闹了猫 好那为什么他要说 自称叫没孩子的养猫女士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 川普的副总统范斯 他曾经批评过民主党的女生 他民主党的女生那些就是 没有养孩子的养猫女士 他就这样骂 所以这句话 他是针对范斯 对民主党的批评 所以他自称是这样的时候 同时他就打脸这个范斯嘛 同时也是打脸川普 同时他表达他支持贺锦丽的一个立场 恨死了 为什么泰勒斯不来支持我川普了 好 你不支持我 AI里什么都有啊 对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因为泰勒斯他太重要 他可以撼动整个美国年轻人的选票 我刚才就讲了 很多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了 那事实上 川普以前也很想要泰勒斯支持他 你看在八月的时候 他在自家媒体上面转贴一个 这个是泰勒斯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 就好像泰勒斯是支持你的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好像感觉是泰勒斯支持要川普 对 但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这些呢 就是所谓AI照片 那AI照片来说 现在这个真的泰勒斯出来挺了 真的突然泰勒斯出来挺的是谁 挺了 他没有挺川普 他是挺贺锦丽的状况 好 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好像呢 川普又好像一试捡到枪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让你大家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谁 这张照片是美国总统 现在的这个拜登 他戴的这个帽子是川普的帽子 这是真的照片 这不是AI照片 这是真的发生了一件事 就没想到因为这样 这个川普马上就把他拿出来 就说 老乔 感谢你的这个支持 他们在这个X里面发表这个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美国总统 拜登毕竟认为说 美国分裂成两边 不要这个样子啦 所以他去这个 有很多支持川普的人的地方就说 这样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帽子给你戴 那你的帽子也可以给我戴 那我可以戴到 我可以我支持 我虽然是拜登 但是我可以戴上川普的帽子 那你虽然支持川普 你可以戴上我们拜登的帽子 用这样来表达美国和谐的这个感觉 就被想到 就这样 这个桥段就被川普拿来用 所以你知道川普 你就知道川普目前为止来说 似乎是真的 有一点点着急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看到昨天的这场辩论 开战不到十分钟 台湾就因为晶片这两个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没想到辩论结束之后 居然传出美国政府同意 NVIDIA把晶片卖到中东 沙烏地阿拉伯 你要知道 辉达后面是黄仁勋 黄仁勋后面是台湾跟台积电 对好 我觉得昨天这个 他们两个辩论完之后 对台股真的有影响 为什么 他一讲的时候 其实台股 昨天台积电是收跌三块钱 就没有 今天大涨了四十几块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就是贺锦丽好像风比较好 所以大家就 别怕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因为黄仁勋在昨天 他接受这个高盛的法说 他讲了非常多的一个 对他未来这个Blackware的这个看法 他说我的这个Blackware 这个需求强劲 然后同时之间他就说 盛战台积电的技术能力非常好 就是有台积电才有这个Blackware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也是讲这样 但是这是真的驱动 这个亏打股价昨天大涨8% 跟台积电大涨的原因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跟美国这次的选举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根据美国 一个叫SIMA4的这个专题 他披露什么 他说美国政府考虑 放行所谓挥打晶片 卖到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这样一个状况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事实上在前一段时间 美国在封锁中国的AI时候 他认为说中东可能会是 很多这个晶片 流到中东之后 再流到这个中国去 他就说 我不要卖给你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他现在 为什么要放心呢 因为很简单 我跟他讲 在整个美国的大选里面来说话 犹太族群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 大家都想要争取 中东裔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都很有钱 尤其是他希望说 能够获得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这些金主们的支持 所以等于是说 美国政府在这时候 做这个动作来说 就希望中东的金主 特别你看布林肯 去访问沙奥地阿拉伯 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好那为什么 这个双方都要必争呢 因为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民主党政府里面 跟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处的并不是很愉快 因为人权很多问题 他对这个王储 有诸多意见 以前他不是 这个疑似杀害的一个记者 所以美国对他 这个拜登政府 对他有很大意见 但是川普不是 这个沙尔曼跟川普非常好 你看4月初的时候 纽约时报就说了 这个川普最近 跟沙奥地阿拉伯的 这个所谓穆罕默德 就是沙尔曼他们有通话 而且通话非常多次 那甚至以前呢 他们两个有点 麻痹麻痹的这个状况 甚至在2017年呢 入主白宫之后 海外访问呢 川普第一站 就是访问到沙奥地阿拉伯 当时还被这个拜登说 你怎么可以去见这个 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川普跟他交情非常好 所以拜登就想要拔这个桩 好那拔这个桩 除了第一个 我给你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你要的这个AI晶片之外 还有第二个 你现在怕什么 你怕安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伊朗跟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是邪仇 那伊朗就说 我们要推翻沙奥地阿拉伯 所以沙奥地阿拉伯 他对安全非常着急 所以最近彭博社又说 美国跟沙奥地阿拉伯 要签署一个叫 重塑中东格局的 这个防务条约 第一个他就说 他会为沙奥地阿拉伯 提供安全保障 你不用怕 我美国照你 所以我会出现 出售所谓星际武器 给你的一个状况 再也就是说呢 你啊 你沙奥地阿拉伯 你跟以色列的关系 就正常化吧 以后中东就没有 所谓的战争的问题嘛 尾巴战争就结束 这样子 你可以专心去对付伊朗 这样对沙奥地阿拉伯 当然非常好嘛 不过呢 目前为止卡在一个问题 双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意见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 你看 居然我问你 如果你是生产油了 你希望油涨还是跌 涨啊 对啊 你要油涨 所以他最近 沙奥地阿拉伯就说 我们要减产 减产的话 让这个油价往上涨 可是这个政策呢 跟美国是有点互相抵触 油呢 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所谓CPI通膨的一个原因 因为美国 不论是交通 或者很多东西都要用到油嘛 所以他希望油价能够跌 油价跌的话通膨就降 通膨降的话 对拜登 不是对民主党选情 当然有利啊 你在一个通膨 那么高的状况之下 绝对不可能会 引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希望你能 这个样子的状况 那呢 因为目前为止 OPEC跟八国 他们把这个 这个所谓减产协议呢 延到11月底 所以等于说 你延到这么久 那看起来的话 油价是不太容易 能够回跌的这个状况 所以才跟你讲 Saudi Apple反而是 今年美国选举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 或许他可以左右选情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关键在沙国 美国开绿灯 让灰达AI晶片 可以迈进去 哇 光这个决定 今天在台股 我们就看到了 完成台积电 再一次的秒填席 AI相机爆棚 待望了整个台湾 八月出口 连时红 难怪 你看到台积电 中科 南科 大列地 就是全力冲刺先进制成 台积电的群聚效应之下 我们看到 一则又一则 所有供应店都跟过来了 这都不是新闻 真正的大新闻 今天望着带我们看到 谁来了 死敌三星也来了 进驻竹北的 台元科技园区 赢者全拿的内幕 台积电有多强 回答知情长黄文轩 又送上大礼包了 这个大礼包真的是有够大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新一代的AI晶片 正在发展 尤其是这个backwell 发展需求力极强 那现在呢 整个回答呢 希望赶快能够增加 它的供需速度 能够加快 现在找上了台积电 他希望通过台积电 来生产新一代AI的晶片 能够加快在全球的布局上 好好的布局下去 但他说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选择台积电呢 因为台积电是这个领域当中 最好的企业 哇 这一讲之后 这个台股 包括美股也开始振奋起来 美股台积电这个ADR 涨了4.9% 哇 整个人开始high起来 整个台积电high了 包括台股也是 台积电呢 在今天的台股表现 已经收在940元了 等于是也有机会 可以占上千元了 那不止只有台积电 甚至呢 台积电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也让开盘之后 直接秒停息 涨的不是只有台积电 现在连台股 这真的跟着社会 台股大涨了622点 哇 史上第四大涨点 真的是非常厉害 收在了 收盘是收在了 21653点 你就知道 现在不止台积电 可以带动台股 台积电更带动了 全球的股市 都有份了 刚才讲说台积电 旺在它的先进制程 所有的供应链 要逐台积电而居 都跟着台积电 你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可是没有想到 多出这个新面孔 死敌 三星也来了 台积电最大的对手 就是三星嘛 这大家都知道 已经不是对手了吧 已经不是对手 现在可能连车尾灯 都看不到了 像三星 它最近发出了 全球裁员令 三星在全球呢 有26万的员工 现在包括了 销售人员跟行销人员 要裁掉15% 那行政部门裁队说 裁掉30% 哇 这一裁之后 是不是代表说 它内部的一些人事成本 或是营运真的太高 或者说 产品卖得不好 这会被人家质疑 你知道吗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刚才看到说 裁减15% 最多裁减38% 全部的全球裁员率 后面是 8万人要失业 8万人 26万人 就像8万人要失业 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 那重点是 它不只要裁员 它还要撤厂 撤掉哪里 撤掉美国的德州厂 为什么 我们知道三星的这个 不管是三奈米 或是两奈米 他们的这个粮率 实在太低了 改善不了 我先举三奈米为例 三奈米的三星的粮率 都在50%以下 台积电你知道多少吗 60到70% 要是你是其他的 这些企业组 你会选择谁 当然选择台积电 更别说两奈米 两奈米的问题 它的粮率迟迟没有改善 所以你知道 现在三星 面对到研发这制程的东西 这面对到非常大的困境 那现在 它要裁员要撤厂 它现在要怎么样 要爆团你知道吗 要爆谁团 可能要爆台积电的团 想把苗头回到台湾来 它现在已经进驻到 竹北的台原科技园区 这个办公室 大概有一千多坪 可以容纳大概 两百多个员工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它要跟台积电来合作 你之前打不赢人家就算了 结果你现在转头说 我可以跟你合作一下 打不赢就加入你 我就加入你 这个NBA里面 才会出现的剧情 现在在这个科技业 也真实上演 他们一起研发 次世代AI所使用的 这个叫做 高频宽的记忆体 你就知道现在其实3G 他们也风向转得很快 我今天打不赢你 我就加入你 那也可能看到了 台湾目前 整个在整个AI产业 是蓬勃发展 也可能嗅到这个意味 再来 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在8月的时候 这个出口表现非常好 出口表现 其实台湾已经创下了 连石红 你知道 光是8月的出口 就来到了436亿美元 太强了 所以这个连石红的背后 就是AI忘得不得了 也带忘了台湾的 整个8月的出口的好成绩 是 不只AI强 不只资通讯产业强 可是连纺织业通通都受惠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的8月已经创下单月新高 相较于去年同期 已经成长了16.8% 你就知道 AI的热度 其实带动台湾相当多的产业 好 那我们刚刚讲台积电 台积电是想要怎么样 当然要乘胜追击 怎么乘胜追击呢 现在开始要列地了 中科二期的园区扩建 预计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可以交给台积电地了 那预计要做这个 两难免以下的这个晶片原厂 要做先进制程 再来台积电现在也要 一花170亿 购入群创的南科市场的 这个厂房 它干嘛 因为我们刚刚说量能太多了 量能爆炸了 量能爆炸是怎么样 我用扩增厂房的方式 来扩充我的封装产能 所以你看出来 台积电现在布局 这一步一步来 但是每一步都非常的大 也看得出来非常有未来 大家都在问 台积电这么超 那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愿意留下来 而台积电的离职率 一年比一年低 真的这么社畜 真的这么奴吗 来 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 台积电荣光的背后 它股票代码不是2330吗 背后居然藏着 工作 吃饭 闭眼 休息的超人密码 是啊 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些 可以到台积电的上班 如果你今天走出去说 我是来自台积电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比个大拇指 可是这个大拇指的背后 其实充满了很多的心酸跟血泪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台湾的台积电 它是世界的台积电 台积电在世界各地都有设厂 所以你看到现在台积电董事长 魏哲嘉他就说 现在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讲话 我们知道不同的世界场 其实各个世界有不同的文化 像美国他们可能觉得说 我为什么上班要上这么久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身为台积电主管 你要好好去跟他沟通 因为毕竟文化不同 你说话的艺术就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台积电 现在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包园不同的文化 尊重彼此的立场 这个是目前台积电 想要做的文化的 企业文化的发展 但问题是台积电 过去的离职率 为什么会这么高 大家可以看到 2021年的时候 它的离职率来到了17.6 这个是先进员工的离职率 等于说我刚进来没多久 但是我100个里面 有17个人都先跑掉 为什么 大家觉得很纳闷 台积电不是大家人人向往的吗 即便工作再操 你应该也要留得住才对 但为什么现在留不 当时留不住人 很简单的原因 就台积电工程师来说 里面学长学弟制 或是学姐学妹制 太严重了 我们知道我们当兵都知道 大家最讨厌 就是学长学弟制 学长说什么 学弟就要跟着做 那你今天出去外面上班的时候 你还要服从这个制度 当然做不下去 所以这个学长学弟制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还变成说 台积电常年的文化 跟陋习在里面 他只要说 只要学长没有教 这个新进的学弟做什么事情 那个学弟根本学不到东西 学不到东西的时候 你要怎么表现 根本没有要表现 久而久之间你还怎么样 你还会被排挤 所以就变成说 在里面的文化很重要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所以最近中秋节是不是快到了 台积电很多人要准备什么 伴手礼给这些学长姐 送个礼 礼多人不怪 那你以后可能就多帮忙一点 所以台积电的这样的文化 其实希望能够慢慢的改变 那再来就是说工作时数 工作时数真的是还蛮大的 因为过去网路上就认为 台积电的2330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有点哭手的味道 就是说你一天24小时 你只有30分钟可以休息 剩下的23又30分钟都是在工作 连闭上眼睛 睡觉都是在工作 所以我刚刚就在问 这么样的一个高压 这么辛苦的环境 撑起全台湾的荣光 全世界的台积电你看 离职率17% 15%这么高 我的疑问在于 这个是2021 这是2022 2023在这里 去年离职率一下子腰斩 变成9%以下 也就是说大家认同感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大家能待下来了 靠的是什么 当然我说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 如果钱一万不能解决 我多给你一万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台积电看起来 他的薪水 员工的洗行真的是比较高一点 你看他的大硕士毕业 基本上就是六万起跳 六万三 这个在其他行业来说 待遇非常好 个别说 如果你是高中以下 至少也有三万七 这个比到火锅店去好很多 我们前几天报新闻说 火锅店只有三万四 台积电的高中 你知道高中毕业 高中以下都还有三万七 而且重点不是这些薪水 重点是什么 奖金 台积电的奖金 是让非常多人羡慕了 去年台积电员工 平均每一位 各位注意 平均每一位 不是高阶也不是低阶 平均每一位 可以领到一百五十万的奖金 大家是看在这个奖金的面子上 继续做下去 继续撑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钱 说真的 因为像景气这么不好 物价又通膨 有钱才可以帮你度过 度过你的生活 那工作辛苦一点 咬咬一撑 撑过去就好了 普丁下令 10月1号 要拿回被物军 物侵的库斯克 两军已经在当地爆发了激战 开战以来 俄罗斯已经阵亡了 超过三千辆的坦克 现在速战速决的背后 是不是普丁已经弹尽圆绝了呢 眼看老大快不行了 小弟金正恩 当然力求表现 今天七成又发射了一枚 短程弹道飞弹 所有一切你所看到的 仿佛是军武商品的展示 新一批的火星11号 已经交货给俄罗斯 他可以期待战术核武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会让整个恶物的战局缴获得多复杂 会成为普丁发动核战的新拳头吗 昨天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是川普讲了一句话 我认为极可能成真 他说了什么 他说如果恶物战争再打下去 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文言聪听吗 从今天的发展看起来 核武大战已经绝对升高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近在眉睫了 怎么来看呢 很简单 本节目是全台湾一直在讲 普丁在九月份 一定要把库斯克收回来 是不是 对 普丁今天正式向全世界下了绝杀令 十月一号 库斯克一定要收回来 剩十八天了 半个多月而已 就是这半个多月将是血流成河 普丁已经下了向全世界说 我要收回来 是 我先插播一下一个最新的消息 北韩在今天早上 咻咻咻咻咻咻咻 不只一枚 你刚才讲一枚错了 是很多枚 是 这个火星十一的短程弹道飞弹 啪一下打到往日本飞过去 好 我跟大家一定要讲 它的射程是三百六十公里 是 打到一个无人岛 我跟大家讲 火星11号 7月1号第一次亮相 是 第一次亮相之后 啪一枚打多少 六百 第二枚啪打一百三 对 今天啪啪啪好多枚 打三百六 对 这是在干什么 进中远全境覆盖 进中远 代表说我的火星11号 我可以打近的 我可以打中的 我可以打远的 给俄罗斯验货 他打这个是给俄罗斯验货 他是军武展示 不是 给俄罗斯验货 当然他有点吹牛 是 他说他这个可以带 超大型弹头 前所未见 4.5公吨 我是不相信 北韩不可能可以带 他如果可以带4.5公吨 我告诉你 那是天大地大不得了 那个一枚打下去 天翻地覆了 好 现在俄罗斯要反攻 我刚刚一开始讲了 他第一个是飞弹战 对 他缺飞弹 缺飞弹 所以现在他飞弹有两个来源 是 北韩 伊朗 伊朗 伊朗飞弹已经运去了 到手了 现在美国昨天宣布对伊朗 因为运飞弹 最新的制裁来了 对 好 现在飞弹过去了 我还要讲一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南北韩 最近最新的发展是 莫斯科70多年来 第一次被轰炸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首尔南北韩 两韩战争之后 也第一次被轰炸 首尔被轰炸 这是天大地大 各位看 这是首尔 爆成这样看到没有 北韩不是有垃圾气球吗 是 好 北韩热热气球 在4号到8号 你知道发了多少枚 1280枚 1280枚 这么多你怎么拦截 不是 本来都是装的是这个 排泄物 排泄物 对 脏东西 是 你这样轰炸还没关系 结果现在最新来了 它的北韩热射气球 居然有引爆装置 这就实质进攻了 实质进攻 就是等于是轰炸首尔 对 轰炸首尔 注意看 已经引起了两起火灾 是 看 这引起火灾 看到没有 这么大的火灾 对 所以等于是 南北韩已经进入 看 这是不是战争状态了 这是战争 这是北韩轰炸南韩 这是轰炸 好 所以南北韩也进入准战争状态 我们回到俄罗斯 普丁10月1号下令夺回库斯克 如果你常看本节就知道了 10月2号中俄建交75周年 来当赫礼 然后10月份要举行高峰会 习近平要到俄罗斯 去参加高峰会 连莫迪 印度的莫迪都要去 他一定要打这场胜仗 所以他现在做几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他掉了6万部队 到普斯克地 第一个他要先渡河 因为他的河上桥梁全部被炸掉 他桥梁子都被炸断了 对 没关系 他先用飞弹把你打了 用北韩的飞弹 伊朗的飞弹把你打碎 对 第二个我要把你坦克给摧毁 来搭看 这是俄罗斯今天最新公布的 钢铁反坦克飞弹 最新的 这钢铁反坦克 注意看 它比俄罗斯原来的反坦克飞弹 只小了四分之一 小了四分之一 它的射程也小 然后它的弹量也小 但是轻便 非常轻便 各位知道 它这一枚飞弹才6.5公斤 弹头才1.6公斤 但是它可以打3.5公里 所以现在复地银下决心 新式的武器 新式的飞弹 新式的反坦克 整个坦克全部都要下去了 第二个就是它要打这个红军城 各位看 这是纽约时报 是 纽约时报用卫星去拍了红军城 大家看这红颜色的 红颜色是俄罗斯的部队 这个是俄罗斯的部队 这是俄罗斯部队 这是它先投的 红色 注意看这俄罗斯部队 已经打到这里来了 是 这是红军城 各位看 这是红军城 这里是什么东西呢 乌克兰军队在这里 弄了两道壕沟 战车壕沟 让你的坦克过不去 你过得去的话 我这里还有第二道壕沟 看到没有 这个线条是战车壕沟 让你过不去 那这个点点是什么呢 是它的防御阵地 所以现在双方只剩10公里 这是10公里 现在已经火拼10公里 所以老师很快地 带我们看两个重点 一个库斯克 一个是红军村 这两个都是同一件事 这边是前线在激战 这个地方是乌军要运补 最重要的枢纽 我斩断这里 你这里的乌军就孤立无援了 现在俄乌战争就靠这两个点 第一个库斯克 普丁能不能收复 第二个红军村 泽伦斯基 能不能保住 是 两大战场 我跟大家讲 注意看 过去一天内 双方冲突交火130次 130次 其中32次都在红军村 都在红军村 因为俄军要拿下红军村 对 让你为位就造 对 把库斯克的部队撤 掉回来 就算你不掉回来 对不起 你也断了后援了 断了补级了 是 看你守得住 守不住 对 好 所以现在 在这么激烈的时候 看起来我认为 你昨天讲 泽伦斯基 对 扛得住 对 看起来 泽伦斯基 要扛不住了 好 在泽伦斯基要扛不住的时候 就昨天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这两个 注意看 跑去吉普见泽伦斯基 他们是谁 这个是美国国务卿 对 布林肯 布林肯 是 这个是英国的外相 拉米 好 他们两个跑去看 见泽伦斯基 即刻救援 这不即刻救援 这真是点火核战啊 他们做了什么决定 你知道吗 第一个 布林肯说 我让你用这个木军飞弹 去攻击俄罗斯本土 这个是远程精准打击的ATEM A10 它最大是165公里 是 它将要升级到300公里 对 大家要知道 这个A10 它用空射的时候 是可以直接打 打更远 第一个 现在布林肯说 你可以用这个飞弹 去打俄军 意思说 你在库斯科保卫战中 你可以用这个飞弹 那已经是在俄罗斯境内使用了 以前是不准 对 对不起 这是开绿灯 我猜不管你普丁说 你如果打我就用核弹打你 我开绿灯给你 中国的外相 我同意你使用风暴之影巡异飞弹 还没完 打莫斯科本土 所以英美相继开绿单去采普丁的红线 风暴之影大家知道 有空射型跟箭射型两种 它可以打300公里 它如果用这个空射的话 也可以直接打莫斯科 我告诉各位 这不得了 这等于是英美同时刺激普丁 我让基普可以用我的两个徐力飞弹 还有拜登火上加油 说我的长城飞弹 我很可能开绿灯 我现在正在考虑开绿灯 我告诉你 这将扭转战局 英法一路开绿灯 即刻救援的情况之下 法国 法国的这个锤子炸弹 老师好好告诉我们 躲在地堡里的普丁 也心难安啊 好 法国这个锤子炸弹 事实上已经很早就用在乌克兰战场了 法国就是说哈的诵 每天有50枚 每天50枚 打不完的我给 而且它可以放在米格29的战机上面 这点最重要 这点最重要 对 好 那它带了一个锤子 它精确制造炸弹 精确 就是它这样划向翼 找不开 看 锤子轰炸 看到没有 是 它这个锤下去 然后可以把地堡整个炸光光的 它可以打多久 它打击精度差一公尺 好可怕 对 它今天说要打我们 是 就算误差也是打到这个桌子 72公里外飞过来 对 误差范围只有一米啊 对 它标准飞行是72公里 对 但它有可能打到更远 是 好 各位想想看 我刚刚一再讲 现在主战场在哪里 库斯克 库斯克 红军村 库斯克 普丁 10月1号前 一定要战胜 一定要拿回来 向全世界宣布了 是 我们早就讲了 但昨天正式宣布 红军村胜 是 十公里 对 但是 如果 英国的暴风之夜 法国的锤子 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 全部 我刚刚一开始讲什么 世界大战 我一开始讲 这两场战争 最主要是飞弹 对 飞弹先打 飞弹跟坦克 对 好 我再跟大家讲 如果这三个 英美发的飞弹 让普丁 攻红军村 失败 是 这库斯克拿不下来 普丁全盘 大败 他只有一个杀手键 核战吗 战术核弹 不是 真正的核弹 但战术核弹 就是核弹的一种 好 那老师我就问了 如何遏制普丁 不容易思一毫的判断 让他走上了 核战的边缘呢 好 很简单 美国也知道 他可能会打核战 美国现在 已经在培养 北约国家 跟俄罗斯打核战 美国现在已经把 B61-12的核弹 部署在欧洲 各位看 第一个 这是德国龙卷风战争 战机 7代的B61核弹 好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一架7代B61核弹 是德国的龙卷风战机 在美国加州基地受训练 训练怎么样去丢 这个核弹 它的核弹可以到5000吨炸药 5000吨可能大家不知道 很简单嘛 广岛15000吨 它比它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 20000吨 所以它比广岛 日本的还大两三倍 老师问你 今天如果要战术核武打击 精准小范围的打击 在本质上就核战了 对 为什么用老扣扣的龙卷风 不用引擎战机F-35呢 我告诉你 现在要换F-35 要换了 对 因为我们一再讲 你这核弹跟龙卷风 还是要改系统 跟F-35是不用改系统的 直接相容 直接相容的 来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可怕 故意给普丁看的 这是F-35的战机 居然在芬兰的高速公路上降落 这个画面太难得了 太难了 多少人在拍 你看看 F-35在芬兰高速公路上降落 这个要秀什么脏子呢 很简单 F-30是可以带B-61核弹的 是 B-61核弹 然后它可以 在任意的高速公路 什么地方都可以降落 来无影去无中 来无影去无中 所以它都可以 而且我告诉各位 你刚刚讲 说德国龙卷风战机 携带B-61比较 这么老 而且外面发现 错 德国现在决定全面换装F-35 对 动真格的了 他现在已经买了35架 是 结果现在俄乌战争厉害了 他觉得35架不够 不够 马上说我再加码八架 是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北约已经在等了 你如果俄罗斯用战术核武打我 你敢动我 大家知道B-61核弹也是战术核武 没错 我就用伴中的回你 我给你讲 昨天英美首相 那个国务卿跟外长 仿泽伦斯基 就是告诉他 我们点一把火 你要有心理准备 将来核战很可能要爆发了 换下2000飞官 幸运获救这才是大问题的开始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说给你听 到底是丧命还是救命 原来只有关键一分钟 下午还正常飞行 落地之后发现引擎的进气口 有鸟子的现象 为什么你没有进场仔仔细细的检查 仅靠目视就继续放飞呢 究竟是不是因为台海空前的危险 空防压力之大 一架都不能少 这一次我们的空军幻象飞官 在遇到这样一个事故的时候 能够跳伞 而且逃生获救 其实老实讲是一个 在这个新闻里面 大家觉得非常非常觉得说 这还算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对于空军来讲 现在质疑都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一个 现在传说来讲说这个飞官 事实上它从发生 发现到飞机有异常 开始进行呼救 到它跳伞 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知道其实一般如果 我这个发动机 因为现在是讲说 空军讲说它的发动机 有所谓的冲击现象 这什么意思 冲击 简单的说就是它的这个引擎 基本上它在发动完了之后 它是需要去融合 这所谓的空气压缩的比例 那疑似它其实因为 它在这个压缩的过程当中 产生一些问题 导致它的发动机 有熄火的这个状态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像一般飞官在空中 遇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发动机熄火 理论上面它都有 紧急的这个处置的措施 它可以空中重开机 对 它可以重新开车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从呼救到所谓的跳伞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表现什么你知道 它在高度还没有完全丧失 而且飞机的姿态 还是在完整的状态之下 它就决定了紧急的这个跳伞 那就代表我试图 发现了有冲击现象 而我要重开车也失效 是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肯定 这样一个飞官的处置 为什么人员的性命 其实永远是最重要的 做过一切 可是问题就回来了 现在被爆出来讲说 这一架失事的这个幻象战机 它在昨天 它在失事当天下午 曾经有进行所谓的飞行训练 可是它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 因为落地之后 事实上包含这个飞行员 跟它的这个所谓的地勤 这个所谓的机工长这一线 都必须对飞机进行 所谓的目视的检查 而且飞行员也必须报告说 我在这一次飞行过程当中 我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异态 结果就发现到说 它在落地的时候 看到机身上面 有所谓的血字跟羽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研判说 有可能在当下 有遭遇到鸟疾的这个情形 虽然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 没有引发这个所谓的事故 可是你既然有发现这些异状 按道理来讲 你是不是应该进行专业的检查 好 结果现在空军的督察长 于德忠这个少将 他就出来讲说 他说确实没有错 当天下午这个飞机 在战机左起落架的舱门 以及左机翼底下的油箱 有所谓的鸟類的血字 那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他讲的叫做起落架的舱门 跟左机翼底下的油箱 现在如果就方向上面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会在另外的 这一侧的部分 在下面这个地方 可是他说 机工掌有两度爬到里面 就是爬到飞机的里面 去以内视镜来进行内部检查 那我就问了 你刚刚提到按照SOP 一旦发现有鸟籍的痕迹或线索 必须要专业检查至少需要一天 然后机工掌你两度爬进去 内视镜 内部仔仔细细的看 用眼睛看 这样就够了吗 好 事实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机工掌两度爬进去 你知道吗 他是由飞机的这个 进气口这个地方进去 然后他其实到里面去 你看这个战机的这个长度 非常长 对不对 可是他爬进去里面 其实里面会有一个U型的通道 他们所有在检查的时候 事实上目视检查那些人都是透过 这个方式来作为检查 而不是没有办法去检查到 整个发动机的 整体的内部的状态 这就不彻底 好 那这就在这个地方 会引起大家质疑的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 你刚刚提到说专业检查 至少需要一天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今天只是说 我今天爬进去U型管这边出来 然后我两次这样检查 确定说我在这个里面的U型管里面 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能不能代表发动机 是完全没问题呢 难保证 很难保证 为什么 2009年的时候空军 当时曾经因为幻象发动机 那个战机的发动机 有一个高压涡轮叶片断裂 那时候引发这个所谓的 非安的一个危险的事件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东西 是跟法国买的 我们出现任何的异状的时候 都必须跟法方进行回报 结果那个时候法方 他们其实通知说 你原先这个高压涡轮叶片 它的磨损块的检查 是每300小时要执行一次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有出现的时候 你就变成是每200小时 就要检查一次 就是我要提高我检查的频率 也就是你这个发动机 或什么飞行 只要飞行到200个小时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针对 这个所谓的发动机 这些叶片 这个部分来进行检查 但问题来了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以F16战机来说的话 要进行同样这个类型的检查 需要的时间是18天 是 因为你等于是整个这个发动机 必须要拆卸下来 然后重新再做一个 一个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所以我的幻象2000 如果真的要进入了 这样的一个检查流程 我18天不能飞 是 那当然对于空军来讲 他会觉得说 我在各种不同状况之下 我可以选择我用什么样方式来执行 可是现在外界质疑是说 如果在这个失事的战机 在当天下午的时候 确实有出现像这样讲说 有鸟类血字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怎么知道他对于发动机 本身来讲 有没有产生这个损伤呢 所以你透过义务血管 爬进去之后 然后你只是检查 这个所谓的外观 能不能代表呢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当时法国 我们现在这个幻象2000 所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发动机 事实上20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停产了 对于发动机的厂商来讲 就是说我停产 但是我的零组件 事实上还会再持续的供应 所以然后现在是讲说 可以支援到2030年 这个零件供应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 跟法方申请这个 所谓的补给资源的时候 有时候延宕的时间都非常久 所以现在外界开始质疑是讲说 当然人员的性命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今天战机 我今天都已经觉得 有疑似鳥急这样一个状态下 还没有办法让它 进行一个完整的 这个所谓的检测 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空房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 空窗的这个期间 所以我所有的战机 只要我觉得说 确认OK的状态之下 我就把它准雨放飞 这个对于飞官来讲 它的压力当然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就会逼着幻象的飞官 仿佛走钢索一样 你听那个南辽基地旁边的 住屋他们说 他们住到都变专家 说过去幻象在飞的时候 轰一声就上去 现在这样轰轰轰 跟那黑枯轰了好几声 才拉得上去 这就是让我们会很担心 发动机已经操成这样 又因为空房压力一架不能少 不可以便宜行事 还好飞行员今天是靠着 弹射的方式 能够得以逃生 如果今天遇到更紧急的状况 甚至他如果说像以前 大家觉得飞行员要跟飞机 撑到最后一刻一秒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导致飞行员 他反而没有办法获救呢 这一张保命的弹射座椅 是关键中的关键 今天人就会来告诉我们一段 30年来一直没有被掀开 非常非常跟弹射座椅 这么大的秘密 怎么可以藏了30年呢 这一次所谓的幻象2000 配备的这个F110QA的这个弹射椅 它是由英国的马丁贝克公司 他所生产的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官网上面 已经出现了这一个数字 叫做7730 这四个数字什么意思 对于生产这个弹射椅公司来讲 因为保全飞行员的性命 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代表的是 在使用他们所出产的这个弹射椅 而获救的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的人数的数量 原先他是7729你知道 因为这个谢佩勋 他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成功的这个弹射 而且这个获救 所以他们会成为第7730个 被马丁贝克弹射椅 所拯救的这样一个飞官 我们就提到说 事实上以马丁贝克 这个弹射椅来讲 我们过去也曾经有遇过说 这个幻象战机 在这个飞行锅当中 有失事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2022年3月的时候 当时一个飞官叫黄崇凯忠孝 他也是驾驶幻象2000 也是幻象 对 结果那时候也是失事你知道 结果他最害 那个时候因为他也从透过这个弹射 然后这个获救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就是当时的这个救护 相关的单位 到这个海上面去搜寻他 然后去寻救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那个马丁贝克公司 也在他们的官方脸书去质疑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事实上对这个弹射椅公司来讲 我觉得这个跟有些使用单位 会有一些立场上不同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 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 生产弹射椅的公司来讲 我生产的椅子 能够拯救一个飞官的性命 那就代表是我的这个 所谓的装备是非常好的 所以只要有遇到这种事故的时候 他的公司都会有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仪式 但是我就讲 对于使用单位来讲 飞机师事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呈现两个立场两难的状况 好 以马丁贝克公司来说 他们其实对于使用弹射 以逃生的这些 他们有一个弹射证书 跟一个叫做弹射领带俱乐部的 你只要是获救的飞官 这个公司都会颁发这样的一个东西 作为他的一个仪式 结果你知道吗 在当时马丁贝克 曾经有联系空军说 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传统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空军是拒绝的 空军拒绝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说 这个非常非常的 对我们来讲 当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一个事情 可是从此也可以看得见的 就是说弹射椅 现在对于这个所谓的飞官来说 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图力收押了柯文哲之后 现在进一步 检联要向上发展追查收费罪 但关键是金流 检察官连柯家人 在银行的保险柜都不放过 今天最新消息就传出来 检方已经来到了第一银行 追查柯家的 吉卡保险修 里面可能放什么 会有现金 会有硬碟吗 还是重要文件 吉卡保险修 到底查到了什么证据 要开花了吗 吉卡保险修 我可以很明确跟你讲 这个保险箱里面藏的是什么 藏的是压垮柯文哲 最后一根稻草 藏到什么了吗 我们会保证 因为第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喔 今天要开搜索票 就已经不是一件 我们讲的小事了 如果你要开搜银行的搜索票 因为你要仔细看 他是怎么搜 他说 因为柯文哲 角兔有非常多哭 所以我们只能逐一的排查 一个一个缜密的 先去掉文件 是连政署先去跟各大银行 就是柯文哲有往来的银行 柯文哲家人有往来银行 甚至他亲友有往来银行 去掉这些文件 掉完这些文件 我们确认他在哪几个地方 有放保险箱的时候 我们呢 再根据里面 可能有诡异的行机 或者时间点 来跟法官申请搜索 那确先生哥 我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法官 你没有看到 检掉有铁证如山的账物 我怎么可能准你去搜索 你说到一个重点了 所以代表一定 检掉有突破性的证据 比如说是上策 比如说是上本 时间地点金钱 所以他跟这个 我们讲法官财事之后 才去掉了这些银行的 相关的资料 金融管理资料 然后干嘛 大动作去查 而查到现在你看喔 夫妇也有 死女也有 最关键的亲友也有 那这个跟谁是一模模一样 阿扁 阿扁当初是所扁嫂的哥哥 对不对 那时候在里面找到什么 找到最高上限13亿 最后变成海角7亿 对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们一样用同样的方法 土把炼钢 开始一个一个去找柯文哲 那有没有找到东西 有 目前找到了一个 只有百万的保险箱 为什么我说只有 代表说你今天 藏在保险箱这个100万 它恐怕不是一个大宗 因为很多人会在保险箱 里面放的是什么 比如说跑路前 比如说救命前 所以换言之 到底里面存有什么样的资料 或者什么样的证据 那才是减掉 今天把这个大秘宝 给扣押的一个关键 你要知道 当时兵分六路去搜索 柯文哲相关的党部的办公室的住家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个保险箱的这一条线 这是最新开花的 退万不讲 你要去银行查人家的保险箱 那是何等机密 又何等难查的一条线 保险箱为什么叫保险箱 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因为今天当你银行的联贞中心 各位你有办过贷款或什么的 经过联贞中心都对 不好意思保险箱不在里面 换言之就算他竟把整个金融系统里面的资料翻了片 他能不能知道 比如说俊强哥你偷开保险箱 不能 他看不到保险箱到底放了什么 而且呢我跟你讲 也不会申报在公务人员的财产里面 除非呢你真的佛心奶的自己把它填进去 换言之保险箱就是一个黑洞 你只要进得去基本上来讲呢 你就非常难查出来 但今天为什么检调有办法查出来 因为他当然是一个一个去勾集一个去比对嘛 但换言之我反问过一个问题哦 柯文哲跟陈佩琪 为什么今天要查子女为什么要查亲友 你想想看哦 陈佩琪说什么 说我不想去那个银行零柜啊 因为大家我是公众人物 大家都认识我 我是第三富人 那我问你哦 你觉得柯文哲跟陈佩琪会明目张胆的走进去 去开保险箱吗 我觉得这个我打上一个问号哦 所以检方为什么要连同子女跟亲友都去查 因为道理很简单啊 借名啊 对阿扁当初也不会自己去开嘛 对不对 吴祖琪也是叫他的亲戚去开嘛 所以今天合理怀疑就是说 如果我们讲他们有犯罪意识 就是说不可以我们两个本人去 所以在这个前提状况下 连亲友连亲戚连好朋友 恐怕都是一个追查重点 毕竟北京好不容易 现在找到了跟柯文哲这死案 特别是金华城 甚至整个金流有关的神秘保险箱 也把里面都扣起来了 很显然整个案情是有重大的突破跟进展 你刚破题讲了 今天这个保险箱你要能进去 还得到法官同意收索票合给你有多难 其实检方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如果在所有的840拍板定案的时间点 神秘便当会的时间点 你去查那个前后 有没有存取保险箱的动作 勾计出轮廓 我就可以说服法官让我查 对 居然跟你讲到重点 重点是说服法官的过程是什么 各位还记不记得 郑文哲那时候要请搜索票的时候一直被打毁票 对不对 但如今这个案件 我跟你讲各位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是社会瞩目的案件 不能乱搜啊 对 搜不出东西啊 我法官要负责啊 你检查官又不用负责 所以各位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 首先他是土法炼钢 我们刚才讲到 一条一条单据去把它调出来 确认说真的 比如说柯文哲或者是陈佩琪或者是某某某 有在这边开保险箱 而且他也不能随便乱枪打鸟 全台湾银行这么多 是有往来的关联 比如说丁一银啊 甚至比如说星光啊 是不是这些啊 然后去那边查 调到之后确认你有保险箱之后 我在认为时间上的判定他行迹可疑 最后面呢 才能去训明说为什么 我跟法官报告 我觉得这边有步伐 因为比如说3月10号是便当会 比如说呢 2022年10月18号的时候建造完成 结果他突然间他的亲友或某人 去这边开一个保险箱 行迹非常可疑 我有合理怀疑里面有我们需要的犯罪证据 所以各位 这是经过重重阻碍之后呢 才把这个东西我们讲给办了 但办了之后有没有进展 有 绝对有进展 为什么 因为马上又来了 又叫人招命了 又在我们讲叫人来了 你看哦 一查到保险箱扣押东西之后 马上呢 传谁 原本是要传科哦 后来取消 现在又在传谁 李文中端木正 太敏感了 这两个一个是记账申报的会计师 一个是他在木可的大账房 党部的大账房 钱的流向都他们在处理耶 李文中我们就讲白了啦 就管钱的啦 他是柯文哲的基地嘛 对不对 所以调他来 那我们就只说明一件事情 查到跟钱有关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端木正嘛 那端木正所负的角色是什么 各位你不要误会啊 他当然是跟靖总这边之间 有高度关联性 所以我们现在从目前检调所 透露出来的一个讯号 你可以判断一件事情 钱出了问题 再来 柯文哲的私人帐会出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跟过去我们讲的木可公司 甚至竞选总部 有我们讲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你想想看哦 为什么今天有一个人特别开心啊 这个人叫做彭正生 彭正生呢今天也是被提讯 结果一下之后 我非常仔细地放了好几次 来各位你仔细看哦 他干嘛 先笑 然后后来再抑制住自己的笑脸 也是他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 特别是在吓声那个瞬间 那个moment 有没有 笑得很开心 然后赶快哦 不能不能不能 我们要克制住情绪 所以很显然彭正生 可能在他的角色 或在案情上 有什么样突破的发展 因为如果过去的传闻属实 那时候彭正说什么 为什么只压我没有压他 你应该哭啊 你为什么今天神秘的一抹微笑 对了嘛 只有几种可能嘛 第一个 会不会彭正生 发现他现在已经是我们讲的 虫犯并非煮了 因为抓到了更大尾了嘛 否则我全部过我要扛 第二件事情 他有没有可能 在土利罪的这个环节上 建立成为污点证人 甚至连贪污资罪条例的收费罪上 他也帮得上嘛 但我很显然彭正生这个笑 会不会代表着 他即将看到明天的太阳 即将看到明天的阳光 搞不好过没多久 我们就可以看到彭正生 接受媒体联绑的画面 虽然过世娘 如果彭正生满口袋证据的他 转污点证人 该哭的会是柯文哲吗 今天还传了一个人 林周明这个人太关键了 这两个人呢 我要把他们一起谈 一个叫林青龙 一个叫做林周明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呢 都是再三劝阻柯文哲说 派事情不可以做 农机率不可以帮 就是立组柯文哲呢 去从事我们现在讲的 污务之调条例的罪行 所以想想看 当今天请了这两个人 简调只有一个目的 叫做巩固柯文哲的犯罪意图 以及确认土利罪势在必行 好我们听到这个地方伟汉 检察官如果已经查到了 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有什么 大家等着看 立刻想到了 对啊 扁岸 当时扁岸怎么在地下金库 4.5平的保险箱 查到了相关的物证 更恐怖的是 那个箱子里面 居然装了13亿 好 军家概要保险的观众朋友 16年 整整16年前 扁岸怎么挖出来的 保险箱 观众朋友 保险箱 保险是 人生总要买保险 买了保险 财保险 保险一共有三保险 第一个保险叫做你看不到 我有保险箱 我要给你看到 现在简调去找 我们现在不要讲柯文哲 任何一个人找金流都一样 去除了你看有钱吗 没钱啊 没钱你就没有金流啊 我都够在保险箱 放在保险箱你看不到嘛 所以保险箱有三保险 第一个保险叫什么 叫看不到 第二个保险叫查不到 查不到 为什么叫查不到 你有保险箱 我公公用我的名字 我不会用我他老婆的哥哥 老婆的大嫂吗 借名 查不到啊 第三个叫做想都想不到 保险箱还有那种 我明明去看了以后 我很想要 我又很满意 结果我不付钱 我不付钱怎么办呢 这不付钱银行董事长付 你就不能设保险箱吗 我不好意思得罪他 所以我干脆付钱帮你租 想都想不到居然有这种 银行的副董 他出钱的 这也可以是 贬家的保险箱 观众朋友我刚刚讲这不是离奇 这都是过去年轻的 我家朋友都听过 北岸当时怎么样 你能查吗 你敢查吗 现任总统 事实上也都查不到 没有金流 没有账策 没有珠宝 没有什么现金 你就没事情 就互不来 结果后来发现说 从他以前民生东路的老家 附近的银行开始勾机以后 开始有人爆料了 冲玉说我告诉你 他有保险箱 他有保险室 真的假的 谁敢知道 就跑去查 就查了半天以后发现说 在这个 张望银行里面 真的有阿扁的保险箱 两个 然后呢 哇塞 这个陈瑞契一个 陈志重一个 没有编扫 所以有四个保险箱 对不对 就是阿扁的 还有他的儿子跟女儿的 那你保险箱你不能查 基本上除非你这个检查官去以后 很明确 没有错 人家正常的东西 如果说是家里面留的东西 难看了 第二个 吴淑镇没有放在彰化银行 他放在哪里 他放在 也是在他们民生东路老家的 就是敦化北路的富邦银行 那是吴淑镇一个 可是问题是观众朋友 其实真正放最多的 一次就放了13亿的现金的 那几张纸多厚一叠啊 我这个就不是保险箱了 保险箱 这叫保险箱 4.5平的保险箱 底下观众朋友看一下 国泰四华银行当时 有这个保险箱 4.5平 他可以放十几亿的现金 但观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 刚刚讲了这几个对不对 一开始真的查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在彰化银行 除了有陈志扁自己的保险箱 你其实吴锦茂也有 吴锦茂是谁 观众朋友过了16年了 大家都忘记了 吴锦茂的哥哥 然后呢 你在国泰四华银行 我刚刚讲第一时间 吴锦茂有跑去看 国泰四华银行的保险室 所以他那种量很大 他需要放13亿的现金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算 整台都起来 变成一个小山 但是他去看了以后呢 这个国泰四华的副董说 吴锦茂是总统夫人 他来看你 他说他想租啊 有没有付钱 有没有签租保险箱的 相关的这些企业 没有 没有就租不了啦 可是我如果他在看 我把别人租 别人不完成我的得罪银行 就只好直接去帮他付了租金 那付了租金 由你查不出来 一定查不到啦 那后来他又 他也不是用自己 后续最后他是用他扫勞的 他扫勞这个陈俊茂 所以你看 用哥哥用扫 你根本就查不出来 所以观众朋友 保险箱保险室 在过去的别案当中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一开始完全无法突破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 简方一开始真的有去找 结果呢 找的时候 找不到任何的资料 找不到任何的现金 可是总觉得有问题 所以第二次再去搜的时候呢 就搜到电脑里面有相关资料 说好像是放在保险箱 所以再去保险箱 观众朋友 事情都都出来 就像一个肉档 一个肉档头 堆在那儿 他绕一个糕出来的时候 我会叮叮叮叮叮出来 整个肉档 为什么 因为所有需要的东西 包含了所谓的帐策 他也不放家里 帐策都放在保险箱 好不好 所以你带了保险箱 打开了以后 现金不用讲 我刚刚讲13亿 对不对 最多的时候 这个保险室 小的这个 一个抽屉 一个抽屉 没有办法放13亿 保险室 13亿的现金 有钻石 有珠宝 还有海外的秘账 帐策都放在保险箱里面 所以你到家里 根本什么都吵不到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是把过去的事情 告诉你 当你今天减联 已经开始去查 那我们不知道 因为今天最新的想法就是说 好像这个柯文哲家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个保险箱 如果有的话 有没有当年这些东西 有没有现金 有没有传出了百万 或者是甚至有一个 更清楚的帐策都被遭遇的话 扁岸的崩坏跟被突破 就是在保险箱跟保险室 现在已经查到这个阶段了 那么后续我们再慢慢看 好 林俊 保险柜里面 可不只有放白花花的现钞 可能有帐策 可能有硬碟 不知道 那个箱子如果打得开的话 里面会怎么样开花呢 现在看起来检调在查 这个柯文哲相关的这个案子里面 已经不再只锁定在柯文哲 个人或者他家人的身上 你刚刚媒体报导说 现在已经扩大到说 柯家的这个子女还有亲友 甚至是相关同案的被告 或他的亲友这些 看起来都在这个所谓的检联 在查金流里面很重要的一项 那今天媒体是报导说 因为有查到一个 所谓的神秘的保险箱 按照过去我们看 比如说像扁案这些东西 他们其实像张实的吴淑貞 都有用他凶嫂的名字 去银行去租这个所谓的保险箱 所以这些保险箱的持有人 都登记人 跟这个所谓的柯家 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个正向的连结 我认为第一个这个是检方现在要厘清的 第二个其实老实讲 一百万放在保险箱 一百万真的不是很大的金额 当时扁案的时候十几亿 你知道吗 可是现在的重点是来自于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大 他觉得说不是很大的金额 你要把它放在保险箱里面 如果跟你有正相关 所以第一个会勾勒出来是 保险箱的这个所谓的持有人 跟你有没有关系 第二个这笔钱跟你有没有关系 第三个是这笔钱存入的时间 放入到保险箱里面的时间 跟最近检调在展开搜查 有没有连结的这样一个相关性 因为大家还记得当时检调去 这个所谓柯文哲家搜索的时候 不是柯文哲下来的时候底气非常的十足 告诉大家讲说 他其实就是温馨无愧 那时候其实就被认为说 在柯家没有查到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可疑的现金 那如果今天检方确实是往这个 所谓的银行下去查扣的时候 第一个保险箱里面是只放现金吗 不一定 因为过去我们很少看到说 为了一百万把它放到现金 就是我如果要这个钱 你就存户头就好了 存户头好歹也有一点点的利息吧 我还要花钱去租保险箱 有道理 这个很怪 第二个保险箱里面如果不是只有现金 有没有存放别的东西 更值钱的证物 会不会有别的东西 而且可以产生连结 这一块就是现在 为什么你看 当陈佩吉在民众党的活动的时候 不是出来讲说他们的金流都很干净 他的东西跟柯文哲都是无关的时候 你知道吗 每一次只要柯家的人 或者是民众党的人去解释柯文哲 在这个案子里面 不管是不知情也好或是金流也好 或是怎样的时候 隔没多久 他都预告了下一个新的侦办的进度 那检方后来你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会等于是有点在回应了 你原先的那些讲法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我是专业的洗钱户 我当然不会用我的身边周遭 所有你想得到的名字 去开几个保险箱 藏几个你不想查到的金流 可是现在你用柯家夫妻 三个小孩兄弟姐妹 我真要藏钱 我怎么会用他们的名字 我想因为在这个柯文哲几个 这个包含这个金华城 或者是在他的这个 政治现金的这个案子里面 你会发现到 你刚刚讲的不可能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到 它真实都在发生了 就我们觉得按照正常逻辑里面 你的禁总该怎么支出的检 为什么跑出一个木口公司 就像金华城里面 大家觉得说 如果你的一堆公务员 都告诉你讲说 你放宽给他这个 容金奖励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是有违法的问题 但他还是给他做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就是说在司法上面 当然是误网误众 但是随着整个调查 进度的一个增加 包含到这两天 包含今天 其实还有在传讯 这个所谓证人的 这个状态之下 那你可以看得到 检方在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是不敢大意 父亲我们一个 共同的疑问是 为什么去查办柯文哲这么久 他已经收押超过七天八天了 今天才查上 他们家的保险箱呢 当然理论上 如果要查金流 一定他所有的账户都要查 当然也包括 所有的保险箱要查 只不过这一次 我觉得有一点点 刻意放话操作 说对象不止柯文哲夫妇 还包括他的三名子女 还包括了一些相关亲友 那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有一点放话的 一个成果在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这让我印象太深刻 在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陈水扁还是总统 那么那个时候呢 红三军已经快要起来了 那时候就是查到了 这个陈水扁的女婿的一些 贪腐的这个案子 我那一段期间呢 就是每天都要去评 陈水扁的一些事情 我还记得邱毅就在我旁边 他当时爆料了一件事情 说陈水扁他在市华银行的地下 国泰市华的地下室 有个保险室 请注意绝对不是保险箱 而是保险室 他当时说的是说 陈志忠 陈水扁的儿子 带着他的未婚妻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黄瑞敬 然后去看了这个保险室 然后告诉大家 这些通通都是我们家的钱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你知道吗 因为呢 这件事情他爆料完了之后 大家查无识据啊 你怎么去查说 国泰市华又没有登记 什么吴淑珍的账下 有个保险室 然后那个陈水扁账下 有个保险室 陈志忠账下 有个保险室 通通都没有啊 好 所以呢 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结果 是我们后来看起诉书 2006年的6月 就在邱毅爆料完之后 没多久 突然陈水扁 他们办公室 就要求 这个国泰市华的高层 帮他们把里面剩下来的钱 那时候剩下来的钱 只剩下7.4亿了 最高峰13亿 但只剩下7.4亿 因为他们去买了房子啊 什么的 那他们就要求说 高层帮他们把钱 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移动 就是因为邱毅在电视上爆料 否则的话 人头所开的保险库 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陈水扁的 所以这件事情 后来被查获 其实是因为 在这边打草惊蛇 那边移动了 才被查出来 所以一样的道理我问你 就是说 在今天你会觉得非常有次第的 人给压进去了 然后吴淑贞 几天安静下来之后 觉得查查查查到这边 好像要有一些动作了 哇再来扇一点风 再来草拨一拨 蛇就窜了 我就知道了 他这个意思是在 处理柯文哲家跟当年贬家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是说万一 万一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那确实是有可能 可以查得到 就是万一有人开始 因此就移动来移动去 一路你用人头 你用远房亲戚 远房朋友 其实那个是没有办法在 现在去查查得到 因为如果柯文哲开的保险库 保险箱 或者是 这个陈佩奇开的保险箱 或者他的小孩开的保险箱 那这件事情是查得到 甚至于包括我觉得像 他的妹妹啦 甚至于柯妈妈啦 柯爸爸啦 其实我相信都已经被锁定了 但是在这些人之外的人头 所开的保险箱 其实不知道 当时释华其实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 我们透过了 涂利看到了 检方把柯文哲给压了进去 这还要网上追追什么 追金流 可是望着你来告诉我们 连续一两个礼拜 柯文哲被压进去之后 我们就发现媒体在办案了 每天前一个晚上 你就先看到周刊先爆料之后 隔天你就发现 该查的相关的人 都为了要验证 为了查证 他们爆的这个料 所以人家说 现在整个北检办案 办到现在只剩下垃圾时间了 是这样吗 目前看起来 像打棒球如果打到九局下班 如果落后十分的话 大家觉得说机会渺茫 所以会形容这段时间叫做垃圾时间 那现在看起来 你柯文哲的金流到底找到了什么东西 每天都出现说 什么1500 现在变成保险箱什么之类的 但问题是 都没有相关的明确证据 证明说这个金流就跟金华成案 大概有相关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金华成案呢 是不是北景要兜 这些所谓的金流资料 你要当柯南当不成 你反而当成了毛利小五郎 会让人家取笑 那现在变成垃圾时间之后呢 就开始 各界开始 网路上开始 开始捕风捉影的一堆 包括什么 网红或是一些 过去可能是 柯黑或是侧翼 开始纷纷出容 你看像王浩宇 之前还没办法罢免 结果现在过去 前几天说什么 柯文哲的儿子 在这个吃牛排 老爸被收押了 结果儿子在那边爽吃牛排 还说人家在美国吃牛排 结果后来发现 根本就是在美国 不是在日本 所以问题在这里 就是你们到现在 已经变成媒体 跟侧翼 完全在办案的 那办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很多的民怨是很深的 尤其中间选民的观感 就是说你北俭到底 有没有拿出市政 如果你没拿出市政 你整天来捕风捉影的话 你北俭的工薪 你会大失血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为了要 这个柯文哲 人在做了哪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还有他的家族繁此种种 抓箱随便抓来 就能变成爆料的内容 这个翻车还算是小 我觉得最惨的苦主 或者是我们讲到的是 这座你也不可活啊 于北辰啊 那于北辰翻车 也不是第一次啊 大家过去常常看 他三不五时又翻车 那这一次呢 他又说什么 他收到一个白银党工的 那个情报 说那个硬碟他有看过 结果后来发现说 还发现说 有类似的 resale的档案在里面出现 后来于北辰是出来说 也模模糊糊了 结果呢 后来被人家发生说 根本就不是那个党工 那党工自己出来说 我的党政被人家盗用啊 天啊 这个车大翻车 那这个背后的一些 一连串翻车 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就呈现说 有些人在建立的信息 有些人想蹭流量 你没有试证的东西 你在网路上 或在政论进步上 侃侃而谈 谈了这么久 北检现在也没办个动作 那不是自打脸吗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那像越办之后 看起来风向 好像对柯文哲来说 开始有点转变 过去跟他说 柯文哲涉嫌图立 这个是确定的 那问题是 他那个其他的金流 到底现在有没有相关证据 也找不出 你看1500 前面讨论几天 在今天开始 开始换保险箱了 所以话题在变 然后我大感预估啊 接下来可能有媒体 写说保险箱里面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金流 可是问题是 这些金流也不见得 是跟金华城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 有时要说是 所以这件事情 时间压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积压两个月一期 再延压再两个月 四个月你要把它办出来 你要完成起诉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北俭现在越来越 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记得这边还有独家 居然媒体主管 也被挂线监听 监听到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们知道有些办案 办案这种东西 可能有些政治人会被监听 但没想到现在 可能连媒体主管 都传出了被监听 我有个朋友 媒体主管 他最近好像 用Line打Line 因为监听都是 电话被监听 打Line看起来 Line不是安全吗 对 Line看起来相对安全 结果他不是 他打完Line之后 有个管理阶层 公司的管理阶层 刚刚说 你最近是不是有 跟人家谈金华城的案子 哇 他吓一跳 想说 怎么会变成我的管理阶层 来告诉我说 我有没有谈金华城的案子 那可见我的Line 可能是被监听的感觉了吗 所以管理阶层 其实是要善意提醒他说 你可能已经被监听了 然后叫你跟 因为大家都会有朋友 没出事 朋友虽然高 可是出了事之后 你跟金华城的朋友 那个主管就叫做 你要自我保护 不要看他们走太近的意思 对 所以这样变成 他很紧张 像说我只是做个 媒体记者 连记者也要被监听 哇 这个不是很恐怖吗 你过去可能监听 这政治人物 他如果有犯案的涉嫌 你监听他 这个大家觉得 可能还在一个 界限范围之内 可能你监听媒体 媒体今天犯了什么错吗 今天媒体有拿任何钱吗 也没有啊 他就秉公来处理 媒体的报道新闻 结果像 连媒体像 搞得人人自为 都不敢讲话了 你知道吗 连他的line 他觉得 莫名其妙会被登出 莫名其妙会被登出 我文字跟人家聊天聊一聊 他会退回桌面 那显然是有人在登你的line 闪退 有人登你的line之后 你的line才会登出 所以这变得非常匪夷所思 搞得媒体 有点人心惶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北柬办案 你就拿出市政 你要给柯文哲一刀毙命 我也支持你 那你就把市政拿出来 没问题嘛 大家都这样讲 那问题是 你不要捕风捉营 然后他们搞得这样 不只政界 连媒体界 大家都人人自为 那就没有意义了 决战2026 决战高雄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一份最新的民调 大家看了下巴要掉下来 为什么跌破眼镜 国民党柯志恩 对上民进党的五虎将全赢 凭什么啊 更让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在绿营的民主胜地 民进党五虎将 拼不过柯志恩 甚至有人说 该再请高仇恨值的黄杰来选 都比这五个人有胜算 我想为什么 好 军长跟来报信的观众朋友 今天要跟大家讲政治 我要讲的是高雄 高雄 柯志恩要选2026 大家不意外 因为他就是目前 国民党不分级的立委 过去也在高雄经营 这一次2022 也在高雄选 所以柯志恩选高雄 大家不会意外 可是最近不都跟大家讲吗 陈其迈高雄 对不对 演唱会经济学 来了好多 然后陈其迈的民调 这些度 观众朋友你知道有多少吗 多少 八成 陈其迈来八成 那所以你又说 高雄怎么赢 台南怎么赢 对不对 绿道出资不用讲 结果听了吓一跳 以为开玩笑 原来是柯志恩在笑 你看到 居然这个有才的民调放出来 我今天中午还在跟 凤其迈投闻这个事情 柯志恩对上 来林黛化 赖瑞荣 许志杰 邱毅营跟许明春 许明春也说他要选 对不对 来观众朋友 你注意看 很简单 这个柯志恩 他的资数全部都是四成起跳 40 42 45 对不对 那你看到左边 这个民进党的这些选将 林黛化35 赖瑞荣35 许志杰34 邱毅营34 他们四个其实基本上是平盘 不分宣制 那许明春是稍微低点24 每一个都输 柯志恩 而且都输在5%以上 5% 8% 9% 这21%直接先打差 这没了 拜托不会再做他了 那这样中午之下说 难道柯志恩在高雄 要赢了吗 一句话叫做什么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高雄民进党有输过 其他地方还没输过 而且是输在 没想要输的 韩国瑜身上 所以高雄那时候 那时候我当评论员 我在讲说高雄韩国瑜会赢 不然我们笑 后来真的赢了 所以观众朋友 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一题 在开玩笑 这个东西不开玩笑 民进党现在可能不会笑 因为如果民调做出来 当然我讲机构效应 还那么久 所以这个电视台 可是居然是全部都没有人赢 柯智恩的时候 现在要插一下 插一下 所以到底为什么 柯智恩在高雄 能够开出这个民调 好 那很多的因素 会不会是因为最近 柯文哲案出来的时候 柯文哲是柯P吗 柯智恩也是柯P 他也是柯P 然后蓝白现在不是合作吗 那所以民众党的支持者 也有个二十几% 他们对于现在民进党政府不满 我都灌过来这边啊 以前遇到民调的时候 蓝跟绿我都不选 谁才选蓝绿 对不对 垃圾部分蓝绿 可是现在会不会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因为这是最近的民调 最近的民调 会不会民众党的支持者 从整个柯文哲案开始以来 他们倾向于就是 反正蓝白我们就支持一个人 所以柯智恩冲上海是第一 第二 韩国瑜也翻身啊 韩国瑜过去因为 他市长这个连任 刚选上之后就直接 一年不到就跑去选总统 所以被罢免嘛 但韩国瑜现在是 立法院的院长 他的生活也很高啊 所以韩国瑜 我们讲这个网络用语 他也洗白了啊 他稠文值也降低了啊 所以他的负债就减少了 第三个 柯智恩有没有在高雄选市长 选国啊 选得很好耶 他选完有离开吗 浪杠吗 我给你讲 我对他讲说 民调怎么来上节目 说公共立国庄 他就在高雄 而且他是屏东人 他以前他爸爸是屏东的现场嘛 所以当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民调比较小觑 现在柯智恩网上冲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他跟陈其迈两个人 在网上贴了个照片 都好多人按赞 五千个赞啊 好像网路都限流 要五千不容易啊 所以呢 柯智恩现在目前呢 他就说 感觉以前刚来要选的时候 第一次上市 还在台北来的啦 但是发现说 他台语讲得很溜的绘画 对不对 因为他是屏东长大的 所以他在南台湾长大的啊 所以呢 他又很有亲和力 最重要的是什么 虽然选输 40% 他没有离开 所以柯智恩这个民调 我们不用吹嘘啦 他还有两年的时间嘛 但至少就是让国民党的 突然市集大政 原来柯智恩在高雄选民调 还能开成这样 不是说追得很近 是已经营的 那只要好好的经营 说不定2026还有机会 但是民进党也没有这么弱啦 你看到这样的民调以后 我看很快就会整合出来 其中的两个人或三个人 就不要一卡车的人 何况是 来观众朋友跟大家讲 何况是 刚刚我所讲的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没有出现啊 对不对 就是非捷不投啊 谁 黄杰啊 黄杰 是 我很早知道我们报信 跟大家讲过黄杰了 很多人也以为 我还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个 四大法王 这个金毛狮王 什么 什么纸三龙王都不愿意 谁都不肥的时候 年轻的黄杰 他就是张无忌 到时候会被推他出来 而且他是女生 对不对 而且他的年纪很轻 他有网络的选票 刚刚我们看那个民调 没有黄杰 所以有人讲说 不然把黄杰放进来看看 说不定他黄杰拉来以后 他说不定还可以赢 所以又多一个黄杰 以后再来看看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 陈其迈啊 陈其迈现在有所表态 说他挺谁吗 没有 他已经交给自己人嘛 但因为现在在初选阶段 大家都贴了陈其迈啊 今天是大家 都买死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陈其迈的卖啦 对啦 卖死啦 对吧 好 那邱毅盈说什么 他说卖卖市场太夸张啊 我们的演唱会超棒的 对不对 挺卖嘛 好 许志杰说陈其迈是他同学 他卖在那边16吨 然后他又讲说 哎呀 对不对 我跟这个陈其迈 我是他师弟 我以前就市政府的新闻局长 一路下来还有林黛化 所以大家都挺陈其迈 他也不能表态 他是市场 等到最后确定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陈其迈一定挺他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 虽然柯正的民调是拉近 不代表他已经 他也很清楚 然后呢 陈其迈确实在高雄 我刚刚第一个讲 80%的民调 他跟江桂还有个后照 我还看不懂 江桂跟他讲说 没有忘记约定 是不是国庆大会唱完 然后去高雄再唱 有我们不晓得的约定 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多少人又坐高铁冲高雄 一定去 所以这种冲中之下的时候 刚刚我讲的 演唱会经济学 我们刚才讲这个 是 当然他最近网路上出事 后面还有魔力红 所以陈其迈的这个 市长的红利 会被民进党的市场参选人 给吃走 相信会的 你不用担心 到时候民进党 你就整合成一组 所以 虽然柯正目前民调高 我也很负责跟大家讲 也不是就赢了 还有的拼 但是至少国民党在高雄 居然有的拼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好 宇轩我们就看到了 这一份民调 柯正人凭什么 一枝独秀 而民进党的五五枪 拼不过柯正人 一个都赢不了 黄杰会是最后的秘密武器吗 一样凭什么 不是啊 黄杰最近好不容易 都低调那么久 大家不要害他啦 他先前还因为我们讲的 还记不记得 淹水那个时候 赖金德去南下 就人不见 然后被我们讲 民进党自己人骂得要死 因为那时候 所有立委老人家到了 所以我就说 这个前提跟状况下 我觉得黄杰基本上先排除啦 但是对啦 民进党如果说你要讲 为什么黄杰 这时候大家会讨论他 论资历 论我们讲的合适性 其实都还不够嘛 不足 但为什么大家亮眼 因为是声量的问题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 那其他民进党五个 我真的拜托各位一下 邱毅你都还算 里面算是比较知名 比较亮眼 因为说真的啦 知名度也不够啦 政治历练 你说有啦 可能会在地方非常久了 但是要上纲升级成为市长 这个陈琦很显然是弱降嘛 但柯智人是什么 柯智人是强降 也就是我今天选过一次 跟陈琦麦PK 第二次我们讲一而胜 但是我债而也没有摔 为什么 因为我长期在这边生根经营 我债而强 我反而是更加的在这个地方 巩固的状况之下 已经少了陈琦麦 我们讲这颗太阳之后 发现底下 不对 太阳没去了 底下全部都星星 没月亮 照不起光芒来 所以这才是民进党 现在最大的问题嘛 我跟你讲 民进党最大的隐忧 反而是说 当你必须要讨论到 黄杰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出现大问题 韩国瑜当时的角色是什么 韩国瑜当时的角色反而相反 他是我弃手掉我的事 也就是说 我不要让你觉得 我是国民党的代表 我是超越蓝绿的 我是真心为高雄的 所以我个人的强将 他的势头已经力压到 整个我们讲的蓝绿之间的边界 如果要打热战的话 除了黄杰 其他那五个 我觉得那五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惨的一个形容词 因为你真的叫不出他的名字 你只说其他那五个 真的有这个能耐 跟柯智恩打热战吗 我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风欣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智恩 当然有他经营上面的一个效果 因为柯智恩 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说 他是屏东县长的女儿 那因为在高雄 他这个地方 他有非常多的外县式的同乡会 所以我知道说他在高雄 本来就有很大批的这种 家族的亲戚的这些势力 但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肯扎根 那选输了 当时选的时候还真是空降 但问题现在高雄 已经不会觉得他空降了 因为他既是立法 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他也是国民党的政策会的 政策就是这个智库的执行长 然后很重要 他是高雄市党部主委 所以他跟高雄市议员们 其实我前一阵子我碰到他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 你在高雄待几天 他说什么 我叫高雄待几天 我是偶尔到台北来上节目 我是大部分的时间在高雄 所以他在高雄也买了房子 然后也住在高雄 但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民调 我还是真的认为 有柯文哲的 因素的影响 因为这里面你看到 民进党的盘 大概就是差不多聚龙 35%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盘 那国民党的盘 最多大概也就是 30%到35% 那多出来的这个5到10% 也许有部分是大家看到 觉得克之恩也是博士 然后口调很好 然后很重要的是 我最近跟他谈高雄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凤山人 高雄的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他头头是道 他对高雄的每一个地方 哪个政策如何 哪个政策如何 哪个地方的如何 他都是辽络执掌 执掌 那我相信这一点 其实已经让很多地方的人都软化了 那么好 那就算你因此可以冲到35 35对35 这是合理的 我认为这里面 恐怕有个5%到8% 恰恰就是 柯文哲这件事情当中 大家对于司法处理的太过粗糙的反弹 我相信有部分是这个因素 过去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在南部选举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觉得你选不上 我既不要来帮你忙 我也不可能捐钱给你 我也不可能帮你的装脚 但是现在看起来 柯智恩的身世 上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在经营地方上面 就会多很多 我们过去想不到的人脉了 好 汪辰你怎么看 这份最新民调 柯智恩全面碾压 民进党五虎将 这个民调有几个解读 我先跟大家讲第一种解读 就是包括 包括像这个林黛化 或是赖月容或许志杰 其实他们实力都看起来 目前差不多 那差不多代表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数字 感觉不像是陈其脉 会呈现的民调 那代表一点 陈其脉的光环 没有转移到这些人的身上 或者是说 现在选举还没到 所以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者 现在态度也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像过去这一阵子 包括了一些民进党的 一些执政上的缺失 或是一些的问题 会让原本可能潜绿的支持者 转为比较保守跟观望的形态 那我再给大家看 同一份民调的第二份数据 这个也是一样 友台的民调 他第二份数据 他其实有显示一点 显示一点什么 很多政党倾向 是支持民众党的这些人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柯志恩身上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一阵子的精华诚案 或许在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眼里面 他觉得很恨 恨谁 他觉得背后可能有执政党的 他有民进党政府 没错 有他的影子身上 那我这一恨之后 如果在蓝绿对决的选曲之下 你会投给谁 可能就转移到柯志恩身上 所以你看柯志恩 他获得很多民众党 将近80%的民众党的支持者 肯定 这代表说 这些民众党的支持者 小草转移到国民党身上去 因为看得出来 国民党的策略很清楚 我不落井下石 我在这一波的进华诚案 我没有相对民进党 或包括他们的媒体 这样的狂骂狂批 国民党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你看柯志恩 除了他本身的人事之外 他也吸引到不少小草支持 那这个现象也显示说 可是大家也不要说 国民党看到这数字 2026是不是稳了 不是特种 也不是稳 小草有个特性 他的优异度很高 我今天可以支持国民党 过两年之后 我刚刚讲选举还有两年 两年之后会回到民进党身上 不一定 这个很难讲 因为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还没有定预尊 那唯一确定是 柯志恩在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或是在其他的 高雄市长的民调来看的话 他等于是国民党 在高雄区域是最强的 这个毋庸置疑 就国民党现在推谁 看起来也没有比柯志恩强 那柯志恩看起来 在地经营 尤其他 他选完立委之后 立委不分区之后 他也是每个礼拜 回到高雄去 做地方服务 那乡亲有看有感觉 所以他也确定说 2026可能就是柯志恩来选 所以你看这个民调上 会显示柯志恩比较有优势 但是国民党要审视一点 现在选举还有两年 当年韩国瑜是怎么样 可以翻转高雄 感动两个字 那现在国民党 还少一个感动的契机 因为高雄丢掉是因为 韩国瑜跑去选总统 所以高雄心里有恨 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契机 把这个声音给他翻转过来 这点很重要 那柯志恩必须要朝这方面去努力 不是说今天我温文儒雅做形象 或怎么样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打出 过去可能跟韩国瑜的节奏感 那种选战的感觉一样 你才能撼动人心 撼动人心的话 高雄就可能绿地变蓝天 等一下会来我们看到这场世纪辩论 这回川普真的逃啊逃啊逃 真的输得更小断想起 不要走开 牵动全球局势的美选 这一场世纪辩论 川普真的大吃鳖了 贺锦丽仿佛检察长上升 居然就这么轻易的激怒了川普 但是贺锦丽还不是最大赢家 最大赢家是谁呢 你看到 昨天开战不到十分钟 台湾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真正的大赢家是台湾跟台积电啊 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原本过去一直攻击拜登 就是说他那个年纪大了 讲话口齿不清 结果没有想到他现在的对手换成谁 换成贺锦丽 Harris 结果发生一个状况 欸不对勒 人比你高少年所以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伤害就来了 结果川普呢在辩论后呢跟媒体讲说 我觉得就是我比赛以下来的表现 然后my best behavior 我不知道他的情务说法是什么 反正呢他就在自我吹捧嘛 那为什么需要自我吹捧 因为战情状况真的很差 你从一个角度就看到了 他即便说我这是我的最佳表现 对不对 结果他反面又跟你讲说 ABC这个电视台坏坏 怎么可以偏躺贺锦丽 我不要再参加辩论了 俊强哥我问你这个说法何逻辑吗 我表现很好 但我不要再参加了 你什么意思 你根本愿意熟你确战嘛 我一直赚钱 但我不想再赚了 少来这一套不可能 所以他说 而且尽管机关 赶快把它撤销直到 所以显而易见了 川普在这次辩论里面 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跟伤害 我们大家说一句话 这个就知道 更小当时不起 当然了 为什么 而且开始 我们讲尿不准怪马桶歪 你知道吗 说 我也讲 你这个比赛单位不公平 你这个贺锦丽的耳环 有没有看到 各耳环什么关系 这个耳环就挂在耳朵下面 对不对 而且是用锤钓的 因为挂了 他说 你这个是耳机 你这个是作弊 你这个 他在讲什么啊 就会被人家抓包 说不对啊 不是 贺锦丽很多次戴这个耳环了 到处都戴这个耳环 难不得贺锦丽整天戴着耳机 到处走啊 对吧 他又不是特首部队 开什么玩笑啊 所以人家来讲说 应该是蒂芬丽的 不要听川普随便乱讲 因为你试试看了 整个数字就很惨了 这个纽约时报做出来最新民调 辩论结束之后 五成的人认为 贺锦丽表现比较赞 而川普只有29% 所以像在这种状况下 川普只要每根贺锦丽辩论一次 等于民调就要再一次写 所以对他来讲 怎么可能再继续辩论下去 所以民主党既改 这一场辩论已经在BOOCH 0171 上一次拜登那真的是惨到不能再惨 已经扫进地狱的记忆 不要再讲 这次真的赢很大 对 所以你看得到吗 赢到什么程度 连TELOSWIFT 我们今天都来 台湾最希望就是说 TELOSWIFT 赶快来我们这边开演唱 因为在TELOSWIFT是什么 发文祝贺贺几例 说我支持他25个小时 各位啊 你看一下这个影响力有多可怕 997万 结果你知道这时候丢脸的事情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最近很喜欢用AI 被人家骂个半死 你知道他用AI干嘛吗 造假 他用AI就做了一张 我们讲TELOSWIFT的AI图 而且还穿那种什么 山姆大叔的那种衣服 你知道吗 就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了 让所有TELOSWIFT的网友 整个大炸过 大家气炸了 想说你太恶心了吧 我们的偶像明明就支持赫吉利 你为什么要这样造假 结果炮轰 那你猜猜看 川普抓包 作弊被抓包 说完被抓包之后 居然跟他说什么 跟小灯熟 他说跟各位很负责 不是那错了 川普说我完全不知道 我通通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决又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 恐怕现在在年轻选票上 他流失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好我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因为那些阿兜和你算总统 干我们什么事 谁选上了对台湾比较友善 我跟你讲的确不关台湾事 但台湾只需要关心一件事就是 到底谁当选 对台湾未来的产业发展 对台湾的国际主权定位 会比较有帮助 那这个当然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因为美台关系 美台关系 中美台三角关系 本来就是这之外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两个候选人 对台湾的态度 川普的态度是什么 川普说 中国买的晶片 都是这个台湾来的 the chip is from 台湾 所以他等于是在干嘛 破黑我们台湾 把我们推向火线 不是啊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打晶片战 你等于是说我们台湾通匪 把晶片为了赚钱 台湾人跟4块的生意的人一样 把所有晶片卖过去 结果各位 不是这样哦 我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台湾是干嘛的 晶圆代工厂 所谓的晶圆代工厂就是 你业主下单给我 我帮你做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如同美国的要求 减少帮中国代工 有啊 那请问一下 美国是不是大量跟我们代工 有啊 那请问一下这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把晶片给中国 你根本就乱讲嘛 是你美国的厂商 跟台湾下了晶片的代工厂 所以我们帮你代工完之后 给你美国的厂商 结果你美国厂商 把它拿去卖中国 对你搞清楚 来跟我们下单的是什么 是Intel 是苹果 是更多品牌的晶片商 我做完我就给你了 谁卖的 是你们美国厂商卖出去的呀 对嘛 我们只是负责做接订单而已 我哪有能耐 我不可能跟你Intel接订单 然后把Intel的晶片卖给中国 你看我什么玩笑 我什么交货啊 乱讲一通 后来发现是什么 是你自己美国厂商 买了我们台湾的晶片 代工完之后呢 透过第三地 比如说其他地方 习惨地 在卖给中国嘛 所以真正有问题的是你 然后现在又跟大家讲说 台湾抢走美国 办淘汰生意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看一下Intel的股价 再跟我讨论 Intel股价 杨哥你知道怎样吗 腰斩在腰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自己 要自己研发晶片 就全部都失败 找了大钱 全部费修 股料 全没人 惨到不行嘛 所以是你自己 没能耐做出来 还这时候怪台湾 所以我跟你讲 7月的时候你还说 台湾要交保护费 我拜托一下 所以现在到底谁比较好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川普这家上台 绝对对台湾来讲是个灾难 所以 我们大家在想说 听到这个地方 难道 川普已经把老环灯的帽子 往自己头上戴了吗 因为 拜登不选啊 你过去瞧不起拜登 你笑拜登太老了 换你了吗 相照之下 我们就来看看 贺锦丽 她跟台湾的连结 超乎我们想像 当然 贺锦丽光是她的名字 因为她其实本名叫Harris 她也不叫贺锦丽 贺锦丽是中文名字 不然就是 她真的有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那这个中文名字怎么来的呢 她跟她老公其实都有 她老公的中文名叫任德龙 是她一个台湾闺蜜 叫苏 我们讲苏蓉丽 帮她的父亲帮她取的 而且那时候取的时候 还特别有我们参考 说锦呢 就是前程是锦 丽呢 就是我们讲的亮丽 我们讲的非常美丽 对对 所以你看她是帮她想好的 这个是有中文意涵 不是音译的 这是意义的 所以你想想看哦 就是因为这样 而且刚好呢 我们讲贺跟Harris 这贺贺贺贺贺 那个H的发音是一样的 紧助她前程是锦 利跟闺蜜一样哦 所以包括过去 我们讲这个是 她跟台湾之间的渊源 但我们要讲的是实际上的啊 你跟台湾关系好 对不对 我需要牛肉啊 我不需要这些空口白话 有 她说民主党要跟共和党 做一个区隔 把过去的台湾关系法 以中三公报 还有六项保证 通通纳入民主党的新版党纲 换言之 这变成是民主党 一定要去坚守的天堂 对台湾的友善 以及对台湾的保护 对他们的保证 已经纳入民主党的DNA 凤馨你怎么看这一场 世纪辩论 你要知道哦 辩论不到十分钟 台湾就被端上了风口浪尖 辩论完之后 又去讲说 回答我准你卖到 沙特阿拉伯 回答后面又是台积电 哇 都是台湾 都是台积电 你怎么看 首先呢 我们不用民调 我们其实用两个指标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 贺锦丽这一次 确实是辩论变得很好 然后而且变赢了 第一个指标呢 叫做赌盘 全世界最大的赌盘 叫做Predited 那他这个赌盘呢 他们在 我其实有去查 9月8号的时候呢 而且注意啊 台湾是不能够赌的 就9月8号的时候呢 他们的赌盘是认为 川普当选的几率是50% 然后呢 贺锦丽当选的几率是52% 请注意 因为他是各自的 去投那个投赌注 所以他并不是说 你50%我就一定要 他不一定要加起来100 好 他认为 这边几率是50% 这边几率52% 贺锦丽微幅的领先 两个百分点 但是辩论一结束之后 我去查 最新的赌盘数字是 贺锦丽56%上升 上升 然后川普从50降到48% 差距拉高到8%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赌盘当中 也觉得贺锦丽表现得好 所以呢 他现在当选的几率 从赌盘当中 压贺锦丽比较领先 那第二个呢 就是资本市场 因为我觉得 这些都是用钱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他们认为谁会赢 那么在川普交易 最明显的 一个就是川普 自己的媒体公司 你知道他 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 那个美国股市当中 他大跌10% 这都不看好 对不看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特币 因为他最近都一直在 谈说比特币 松板 什么等等等等的 所以比特币呢 认为川普只要当选 对比特币好 结果比特币呢 就跌了2% 所以就很明显的看到说 因为川普是鳖 所以这个跌 而贺锦丽这边呢 他比较看好的 所谓的贺锦丽教育 主要是像太阳能 这些新能源 因为民主党是相信 气候变迁的 那这个部分呢 太阳能相关的公司 通通都大涨 因此我觉得 我这是用钱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目前市场上 看好客经历的机率 比较大一点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